暑假旅游的旺季要到了 有很多想要去美国的观光客呢 就发现新办这个美签非常非常的麻烦 要先上网填新的这个面试申请表格 复杂的程度最快一个半小时 还不能只要太慢 填得太慢还会被自动踢出来 另外呢这个预约面谈得要三个星期 费用全面调整 有民众就反映 今年的美签是有史以来最贵最麻烦的一次 排排排大排长龙的队伍都在等美签面试过关 不过走到这一步之前 申请美签的书面资料才是大难关 我花了一天还办不出来 因为因为你不晓得他的那个关卡在哪里 6月开始申请美签必须上网填表 问题多达118题得超级有耐心 还得充分准备 申请人姓名地址去美国的目的 有没有不良记录等等都是最基本的 继续填下去问题越来越难 譬如如果去过美国很多次 必须交代历次的详细行程 申请人最好在填写前把资料备齐 还有询问遗传疾病 还有家族病史 专有名词都是英文 对一般民众有一定的难度很容易卡住 如果停顿超过五分钟不好意思 表哥跳出超时视窗 你得全部重来一次 因为这是一个电子系统 大家也知道使用电子系统的时候 我们是建议经常储存你们的资料 上网申请手续超麻烦6月4号开始 美签还要全面调涨 最便宜的商务观光签证涨到140美元 台币4480块 这个调整因为我们定时会检查 我们处理签证的成本 会考虑到我们费用方面 跟一些通货膨胀的影响 调整这个费用 费好大的功夫还要预约面试财大功告成 等签证下来最快一个月 接下来又是出国旅游忘记 虽然AIT表示会加派援手处理 但史上最麻烦又最贵的美签 恐怕就让很多民众忘直却步 中心新闻郭先生 许家瑜台北报导